這位冰君的歐先生 三個月前事業料到 阿嬤兩個人就流浪和保利 在在保護公路邊 發現說有一個三個月定位的規矩降臨 就這樣住在那裡來過生活 不過他們沒有水也沒有電燈用 三燈也四營出問題 生活環境最多的壞 知道這對阿嬤的出境 就申請的民眾 好有社會申請人數 作為準確管處 也希望政府可以做的 來跟他們討三天 大片抗地上動力的一棟鐵棟村 家庭都是繞回來回收物品 入去到家裡 竟是一片亂吵吵 到最沒電話 竟是感覺很暗 這就是黑森夫妻目前最大的地方 沒有辦法 我現在有時候想帶牙 沒有地方住 我看到這個很多草 我就進去裡面 那你們現在靠什麼生活 靠了幾個池 你說回收 三個 目前四營 這可以靠回收物品 不會自然為此生亡的亂生 三個月前被人死掉 原本在清境農場的工作以後 流浪到保利 半路中看到這家已經沒有在 使用的山蕎町 流下這棟廢棟的工廟 整棟就在這裡大了 這大就是三個月 沒水沒電 洗身庫也只能到附近的客流 沒有電沒有水 很冷的時候我們就不洗了 那一般洗澡你們去哪裡洗 其實在那邊雕塑過來 然後我們就掃水 就這樣而已 有洗身不知道這堆池車的出境 帶了一車的生活 沒煮來送給他 這位民眾表示 其實黑洗身已經是 親像本來的輸入土地 但地主知道他們的出境 也不跟他們的家購 甚至先讓他們大亂 我只是拿個基本的東西給他 這樣 你是送午餐給他吃這樣 剛剛我 因為我先來了解過 又去問一下 跟地主了解 對對對 我們只能短暫的給他物資 因為這個也是石油土地 不是他們的土地 也不是他們的 那是誰的土地 地主我剛剛有聯絡到 但原則上暫時人家不會把他趕走 目前零有這一個三款的補助 大概一個月四千八百塊左右 那我們查了一下 他明年他應該可以符合 低收的老人家庭的補助 大概可以 我們政府可以再協助他 大概六千五百塊左右 那我們會請公所 主動的去協助他們 趕快把這些資料送上來 管府社會以及勞動處技術 經過調查以後 這堆夫妻是中間收入 五千辛的嫁後 也因為中度地零障礙 有領贊助緊貼 管府已經統治公所出面 希望可以在辦好相關 行政庭署以後 兩者協助將因安提去 適當的地點 記者王教聖 彩虹報道 再見 謝謝 謝謝 謝謝